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他下午是来到桃园台南大学来这边来跟学生们做演讲 而他今天在演讲的时候呢 他也是一大开始就提到了最近大家相当关心蓝白河的问题 他也说了他说呢他跟国民党哦 现在就是DNA不一样 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国民党都用桥的 但是呢他最近也是因为跟这个国民党之前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还有钱总统蛮久的邪商也被郭台铭笑了 来看一下柯文哲他的最新说法 我最近找郭台铭也是被他嘲笑 他说你上一次嘲笑我说那个比赛规则都不清楚 你为什么敢去参加比赛 你问我现在我也嘲笑你 你一模一样的错误又换你第二次 我上一次说你都 我跟他讲说你那比赛规则都不 你都不晓得你怎么敢去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因为他也没有写比赛规则 我说你难怪被做掉 他说他还可以跟我讲那个旁氏骗局 好可以看到柯文哲他是说呢 他去找郭台铭的时候是被郭台铭笑了 因为郭台铭说呢说当初柯文哲笑 他不知道这个游戏规则 现在柯文哲也跟他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而今天呢中午的时候 柯文哲呢又去找了郭台铭 到底是有没有谈合作 甚至有没有谈到这个不分区立委 是要这个郭台铭这边也要推荐 他这一个部分呢他都没有回答 据蓝白整合现在有没有一个最新政党协商的进度 柯文哲今天被问到的时候是都没有多做回应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打仗机 推荐 Za T